金融市长刘昌以图形说明 上任后金融市政府年度预算规模年年增长 110年度达到最高峰215亿元 111年度虽然略微减少 不过整体预算规模能维持高档 比109年度还多 将更有力量推动市政 在104年的时候 我们预算规模大概是163亿 那逐年的一个增加 105年就增加了11亿多 到了174.9亿 那到了106,172.8 177.1 那到108,194.2 到109年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突破到 规模达到了200亿元 在110年突破200亿到215.5亿 那刚刚有说过 这个大概就是前占计划的一个执行高峰 我们今年虽然预算稍微减少一点点 不过最主要就是因为减少了 前占计划的相关的这些经费 包括刚刚在讲的学校的电力的系统 还有包括有部分的停车场的经费 稍微减少一点 不过我们110年的预算的规模比起109年 我们还是多了大概11亿左右 所以现在金融市的预算规模应该是历年来最高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现在的一个状况 税初预算支出以市政别结构分析 教育科学文化支出编列70.6亿元为最高 占33.34% 其次是社会福利及经济发展支出 各占18.44%及13.32% 另外金融市政府从104年度开始就维持零举债 债务余额更从103年的124.29亿元年年下降 110年底预估是在可降至76亿元左右再创新低 之前在103年底的债务余额是124.29亿元 到了109年底的时候只剩下77.25亿元 那我们预估在今年底金融市的一个 这个负债的一个余额会再进一步降低 大概只会剩下76亿元左右 然后我们在明年同样是维持债务临成长 所以我们金融市这几年 不只我们的预算规模逐年的一个增加 我们的债务的余额也逐年的一个降低 我想这个在全国各县市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 金融市政府111年度总预算案 将送交金融市议会审议 牛昌也期盼能获得市议员支持 让金融市政府推动市政建设更有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